碱锡反应,ASR,通常称为混凝土腔,是高碱性水泥浆与混凝土中许多常见骨材中的活性无定型二氧化锡之间的反应。 这是一种有害的膨胀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提供足够的水分。 这种有害的化学反应是由于形成了可溶性粘性细酸钠凝胶NARCO3.2O,也称为NARH2CO4。 碱锡反应,ASR,通常称为混凝土腔,是高碱性水泥浆与混凝土中许多常见骨材中的活性无定型二氧化锡之间的反应。 这是一种有害的膨胀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提供足够的水分。 这种有害的化学反应是由于形成了可溶性粘性细酸钠凝胶NARCO3.2O,也称为NARH2CO4。 透过以下措施可以预防或减轻混凝土结构中的碱锡反应,ASR。 1.避免使用反应性骨材,避免使用反应性骨材,如石鹰盐、砂盐、花钢盐和一些石灰石。 2.避免使用强碱性水泥,避免使用强碱性水泥,如PH值大于12.5的锡酸盐水泥。 混凝土结构中ASR的迹象和症状包括 1.开裂,ASR会导致混凝土出现严重裂缝,进而导致严重的结构问题,因此需要拆除某些结构。 2.分层,ASR会导致混凝土分层,导致强度和结构完整性损失。 3.剥落,ASR会导致混凝土剥落,导致强度和结构完整性丧失。 3.碱锡反应,ASR,通常称为混凝土腔,是高碱性水泥浆与混凝土中许多常见骨材中的活性无定型二氧化锡之间的反应。 3.这是一种有害的膨胀反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提供足够的水分。 4.这种有害的化学反应是由于形成了可溶性粘性细酸钠凝胶NARCO3.2O,也称为NARHRCO4。 4.3.4